老師你當初跟這個 你的師父學的時候 你學了多久 他才讓你自己去畫 這個觀將手 拜師學藝跟現在不太一樣 以前拜師學藝 師父在畫的時候 願意讓你在旁邊看 就是他對你 就是在教你 你要自己找機會去練習 OK 我覺得我畫得很屌 可以 不錯吧 怎樣啦 有家人純 他給我滿足的笑 你不要動啦 開心什麼 單身太久了 不是你那個地方很少 我們平常碰到好不好 原來看人家書嘛 啊啊啊就是啊 你整個軟掉耶 你怎麼那麼大喔 這裡而已啊 要忍耐 在傳統的 的 的範圍裡面 這個時候你如果做出這些 反應出來的話 師父會罵你 對師父已經巴入園了 相傳 八爺 八爺它是黑猴金 猴金 所以說它的底色是什麼 紅毛的顏色 我們把它畫成深色 黑色或者是咖啡色 然後呢 你看過猴子的臉嗎 他這兩塊是白的 猴臉這邊是沒有毛的嘛 這邊兩塊白的嘛 所以就會這兩個圓球的出現 然後相傳 范將軍他既餓如醜 剛正不額 所以說我們會把它畫成一個怒眉 發怒的眉毛 然後呢 這個眉毛我們在畫的時候 我們會畫得有點像龍騎 這個就是八爺 淡將軍 謝將軍呢 親爺 他的臉上有四隻蝙蝠 這邊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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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相傳它是白鶴金 白鶴金轉世 所以我們會在臉上畫了一個 類似有點像鳥的符號 把他眼睛畫得有點像鳥 然後白底 這是白鶴金 但是呢 臉譜的 有趣的地方就出來了 把這兩個臉譜加起來 你猜 一個 陳語 對 應該這個應該是 陳語喔 對 又不是七爺八爺 這是七爺 七爺八爺 七零八落 這個好爛喔 我剛有把他的特點都講出來 這是 請求 似伏 請求似伏喔 因為他臉上四隻蝙蝠嘛 眉毛是龍旗嘛 那加上兩頰是兩盒圓球 就請求似 然後他當臉上畫的紋路就 他特殊的意義存在了 對 他會有一些 我們總不可能去給他亂編 編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嗯嗯 不是 跟他這個角色是完全不符合的 嗯嗯 我們會去考究說 他的 點部 嗯 由來 或者是野史 是 然後由他的 由他的故事當中 去揣摩一些 數 欸 該是屬於他的一些圖案 了解 配得上他 這個 這個 這個角色的圖案 嗯嗯嗯嗯